台湾,河梭之阳上的美丽小岛,在这块葡萄牙人口中的福尔摩沙, 吻含珍贵的文化资产,还有你意想不到的美丽景观。 漫游充满日本情怀的中部小镇,游走富有热带色彩的南部海岸, 阔暴于连绵不断的台湾唯一的沙漠之上,发现的原来可以超越印象。 今天,我就会在南投远的杂杂镇,继续我们台湾铁路之旅, 在杂杂,我当然就不会错过一条拥有八十年历史的杂杂支线。 杂杂铁路支线全长逾三十公里, 西边从二水火车站,横经沿泉, 浊水,龙泉,杂杂,水里和车程等乡镇, 棍穿台湾的南投远和张化园。 杂杂支线南投远是一条很有历史价值的铁路, 在它风光的时候,曾经是台湾经济命令之一, 但在黄金期过了,它的作用随之间消失, 还会面临策位, 好在当地很多热心的人士, 坚持保留整条铁路, 那到今天呢,我才有机会可以坐这个火车, 保冷沿途的风光。 杂杂支线在一九二二年通车, 负担起运输远线香镇的旅客, 香蕉、稻米、水果和木材的功能。 在日具时期,杂杂车站曾经改建, 采纯绘木建材, 模型纯博简单, 富有当时的日本建筑风格。 除了这个车站的外貌, 保留着很浓厚日本小镇特色之外, 它里面的设施到今时今日, 一点都没有变的。 真的好像时光倒流, 分发二十年代那样。 我先来一张飞。 我想出于水梨。 谢谢,一张。 哇,大家看看张飞, 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变过的, 喜别自爱。 在杂杂支线, 奔驰了七十几年的小火车, 不单只是杂杂最珍贵的活古迹, 同时也见证了杂杂支线, 由一条运输的铁路, 演变成观光铁路的过程。 由杂杂站去到水梨站, 就只需要十五分钟而已。 这站的目的地呢, 就是台湾现有最古老, 最具传统乡土文化的柴销窑, 水梨蛇窑。 蛇窑, 是生产陶瓷所用的窑路, 水梨蛇窑, 因为以山坡地形, 以土砖砌成, 窑身颇长, 远望似蛇, 因而得名。 搖手低于地面四尺, 实为然消失, 两侧有头身孔, 以木材为主要燃料, 柴灰落在杯体上, 以致产生丰富的色彩变化, 以及破绝的质感, 为现代遥漏所无法取代。 今天我来到这里, 就要找一位老师傅, 他做图室的手工艺已经有五十几年了, 我还知道他还懂得一种, 差不多没什么人懂的手工艺的方法, 就是土砖圈泥法, 他的方法和普通的拉杯不同, 他会将一条条泥, 然后围住它, 一直这样薄上去, 柳先生夫, 我可以试试吗?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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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叫我吧,好,好,好, 土砖圈泥法, 是令到陶瓷成形的方法之一, 将泥团拆成条状, 围绕成形, 只要在泥条的接缝处, 一推一压, 层层泥条就可以依序盆升, 泥条之间如果联结得多, 足以制作一个巨大水缸, 我看他做就很容易很圓, 但我做原来是捏不长的那个泥, 怎么可以捏长它呢? 我说真的有些可能, 但摸下去的泥就软熟熟, 就不是说太难的, 最难的就是好像围绕的样状很难, 我想这么大都做不来的了, 都要找一些小小的做好一点, 刘世虎, 我过去找一些小小的做的了, 拜拜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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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制作陶瓷的方法就是手拉杯法, 只要在拉杯机上面放上陶土, 再用手擠压, 无论是杯、盆、盆、瓶都可以这样做出来的了, 其实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做陶瓷的, 因为做陶瓷都要烧得挺大力的, 要保持住手, 但刚才师傅教我可以用两只脚夹住, 我的手肘固定的位置, 要不然有小小的一味就会变成型了, 在制作陶瓷这个过程里面, 其实很需要极度的专心, 因为少一分心, 之前所付出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, 其实心无旁骂, 专心自治这一点, 无论是做哪一份的工作都非常重要, 离开了一个这么有特色的水利蛇窑, 我就去到杂杂的终点站, 车程站, 车程车站是杂杂之线的终点站, 这个地方以前是木材的原产地, 所以这个车站全部都用了木材, 所以台湾人就称之它为最美丽的小站。 车程站是一个充满古意的纯绿火车站, 位于群山环埔的开阔山谷里面, 和我们印象中的火车站, 真的完全不同。 车程位于明潭坝顶下方, 曾经是繪木的乘散地, 在1995年起, 禁止伐木之后, 刺拆一时的林木叶开始没落, 留下的只有这个木材的小乡镇, 车程车站, 叉木池, 木材工场, 以及一排排木材的房子。 这一个小车站, 这一排小木屋, 虽然已经被时代淘汰, 收取了繁华的光圈, 但是就见证着这个小镇, 由居水马龙慢慢退变成田正无增, 用另一种的方法, 运作他们历史的事物。 离开了充满有日本情怀的杂杂小镇,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, 就是有好山好水之称的嘉义园。 嘉义园位于台湾西南部, 地处嘉南平原, 古名珠罗山, 东接南投原, 高雄原, 北连云林原, 南南台南, 西南台湾海峡, 而最为人熟悉的地方就是亚里山。 不过今天我要去的地方, 并不是亚里山的主山物, 而是位置于亚里山山物园的瑞里。 我经过了这条桥之后, 就会看到瑞里最著名的自然景观。 那为什么我今次不选择大家都很熟悉的亚里山呢? 原因就是苏东坡也有说了, 不惜卢山真面目, 只原身在此山中, 要看到亚里山的全貌, 瑞里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 下一节, 我们除了欣赏瑞里奇特的岩壁景观, 和秀丽的山川景色, 还会深入洁净的山区, 夜探萤火虫。 我现在周围, 真的很多萤火虫, 我自己都没试过, 被那么多萤火虫重重地包围着, 还有大家不知道, 看到我的头很痕, 萤火虫, 我又不敢那么大力, 欲我怕弄死它们, 真的很漂亮。 瑞里风景区位于加热圆梅山香, 和竹琪香交界, 海拔大约1200公尺, 位柱雲霧大, 气候良爽, 以翠竹仓屈, 悬岩潮碧最为人称住。 在这个位置看过去, 这里一层层的山脈, 和很齐整的茶园, 看下去不像风景, 像一幅山水画, 但原来在清朝的时代, 汉人用了五样东西, 换了瑞里这里回来, 就是刀, 盐, 火柴, 布, 和饼, 之后这里的原住民, 就迁移到去, 进入这些地方, 阿里山, 听下去的感觉, 就好像用这些普通的东西, 就可以换到这里回来, 或者, 可能我们是住在香港, 一个地小人多的地方, 觉得土地是非常之矜贵, 当年的汉人, 就是看中瑞里这个地方, 物产富饶的特点, 就将它换回来, 所以沿途, 真的随时都可以换到宝, 现在在我手上这种植物, 就叫做秋海棠, 它在阿里山的瑞里, 是特别多的, 它有用的, 不是就是给我们观赏, 原来有时, 比如行山的时候, 颈渴, 可能带不够水, 或者一瓶水掉了, 你看到这棵植物, 这样就有用了, 你只要摘它下来, 之后撕开一些丝, 看到吗? 撕开一些丝的时候, 其实它有些滑在, 很多水分流出来, 它就可以解渴, 然后就, 嗯, 味道都很酸巧, 真的, 哇, 所以下次, 第一次有机会, 你想试颈渴的时候, 你千万不要放那么多入口,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叶岩, 在瑞里这里, 是最特色的岩石, 因为大家看到, 它的形状是一层层, 和上面有很多小的洞, 它这个天然环境, 其实是吸引到很多燕子在这里住的, 所以当地人, 也称呼这里做燕子崖, 燕子崖在一大片结构特殊的岩壁, 岩壁观度约40公分, 上部围粒特有致的平红线, 在部围高约两公尺的粒壁, 由原屋前搬伸出的超壁, 由沙岩和叶岩层层双叠组成, 岩层受大雨, 河水经年侵蝕, 形成默默麻麻的坑洞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